同学们好,继续学习收入 我们还是介绍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看四,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 比如说我们销售货物送积分 那以后客户可以兑换积分 那这就属于额外购买选择权的一些问题 如果这个额外购买选择权是一个重大权利 是一项重大权利 那它就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就要把交易价格给它分摊到各单项履业义务去 然后以后当客户行使购买选择权时 我们再去确认收入 那或者说最终客户放弃了 它不行使了 到那个时刻失效了 那再去确认收入去 大致是这么一个处理的过程 但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有一种选择权 但这个选择权啊 比如我送给他卖东西送给他折扣券 拿着折扣券以后买东西可以打八折 但我正常销售时也是八折 那就相当于这个选择权 它已经反映商品单独售价 你就不要说认为这个是向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的权利 那也就是说你就不要把它作为单项履业义务 要看具体情况 那下面我们看教材的例 17-37 20-07年1月1号 甲公司开始推行了一项奖励积分计划 根据该计划 客户在甲公司每消费十块钱可获得一个积分 每个积分从次月开始在购物时可以抵减一块钱 截至20-07年1月31日 客户供消费了十万块钱 获得了一万个积分 那就说以后客户拿积分 他可以抵钱 这就是一项重大的权利 根据历史经验 甲公司估计该积分的兑换率是95% 那这里说的不见得客户有积分他都兑换 有的人对这个不感兴趣 有的人可能把这个积分卡丢了 那有的人可能出国了 那根本就不要了 因此像这种奖励积分 我们要估计说将来有多少会被兑换 会兑换部分 那将来呢 他是才有这种重大的权利 你不对换部分 没用了 你就不能认为他是什么重大的权利了 所以现在估计是95%会被兑换 说假定的上述金额均不包含增值税等的影响 那这个题目 授予客户奖励积分就为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的权利 是重大权利就应该是把它作为一个单项履约义务 那把交易价格就得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按单独售价比例分 因此我们看这里面就有两项履约义务 一个是真正的卖商品的 还有一个就是奖励积分 我们要做的工作 消费这十万块钱 说有多少应该分摊到销售商品 那这一部分销售时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还有一部分 那分摊到奖励积分 这一部分是客户以后兑换的时候确认收入 或者说有到期这一说 假定三天到期 到期之后 那客户虽然没有兑换 我们也是要确认收入 是这样一个处理的过程 那下面就要看一下 这两项履约义务 单独售价是多少 我们商品本身的这个单独售价是十万 奖励积分这一块 不是说现在它获得了一万个积分 供允价值或单独售价就是一万 因为兑换部分 我们将来才会给它提供什么产品等 它不对换部分 我不会再给它提供什么用 所以一定是估计兑换这一部分的 供允价值才是有效的 题目里面谈到在销售的时候 说估计啊 95%会被兑换 一万个积分乘以95% 那是9500块钱会被兑换 这就是奖励积分 在合同开始日的 它的 供允价值 或者单独售价 当然大家也清楚 我们要把交易价格分摊到 单项履业义务一定用的都是合同开始日或合同生肖日单独售价比例 不随着后续单独售价的变动而变动 因此我们看 分摊至商品的交易价格 商品本身单独售价10万 商品的单独售价10万 再加上奖励积分的单独售价9500 这是属于单独售价比例 我们要分的是交易价格10万 乘以10万呗 分摊至商品的交易价格是91324 分摊至积分的交易价格 那积分的单独售价9500 同样除以是商品和积分单独售价合计10万加9500 我们乘以要分摊的交易价格10万 等于8676 这个题这个题呢 没有考虑到增值税 那现在实际收到款项10万 分摊到商品的就要确认收入了 带主营业务收入91324 然后合同负债 那是属于积分的这部分公运 以后兑换时再去确认收入 所以带合同负债8670 单题呢 没有涉及到截转以后商品成本的数据 我们就不截转了 截至207年12月31日 客户共兑换了4500个积分 甲公司对该积分的兑换率进行重新估计 那每个资产负债表都要充足啊 实际上确定的是最佳估计数啊 估计说仍然预计客户总共将会兑换9500个积分 这个是跟合同开始是一样的 当然也完全可以跟合同开始是不一样的 因此 甲公司 以客户兑换的积分数 占预期将兑换的积分数的比例为基础 确认收入 所以我们看到积分这一部分要确认多少收入 以兑换积分 4500 在二零某七年底 估计会被兑换的积分 9500 以兑换积分 占预期将兑换积分的比例去分 我们合同负债反映的是8676 那本期要确认收入的 就乘以这8676呗 4110 那实际上也可以怎么去理解它 那现在呢 一共合同负债反映的数字是8676 怎么去确认收入去 是说以后积分兑换时才去确认收入 那我们看 估计以后会被兑换的积分 在二零某七年底 说是9500除以9500是什么样 这不是说吗 预计兑换一个积分 应该确认的收入呗 因为我们以后要确认收入8676呗 多少个积分确认呢 估计9500个积分确认那么多收入 每一个积分多少 这没问题吧 那你现在已经兑换了4500 乘以4500不就行了吗 怎么算都行 那这个东西就是算比例的事 等于呢 这是4110吗 没问题 那剩余没有兑换的这一部分 那仍然还在合同负债里反映 等到以后兑换时 再去充捡合同负债 同时确认收入呗 所以本期确认这一部分 借记合同负债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4110 再往下 截至二零某八年12月31日 客户累计兑换了8500个积分 那甲公司对该积分的兑换率 进行了重新估计 预计客户 总共将会兑换9700个积分 那我们看一下208年底 你想当时合同负债反映的是8676 我们可以怎么考虑呢 说是8676 二零某八年底估计呢 会有9700个积分被兑换 那说每兑换一个积分 应该确认多少收入啊 除以多少 那除以9700呗 那我们现在到二零某八年底 累计已经确认了8500个积分 就应该要累计确认这么多收入吗 当期确认多少 把上一期确认的4110 去了就等于3493呗 不是这个数吗 那当然你说 按照我们书上的说法 以兑换积分8500 除以估计会被兑换积分的比例 来算一样啊 我们再乘以8676 那就累计要确认收入呗 减去4110 那就是当期的 3493怎么算都行 不会说你按照 说8676除以971 乘以8500 减去4110 算出他批证是算错误 不可能啊 哪个你能感觉好理解 就按照哪个数就完了 那剩余的 没有兑换的积分 还是反映到合同负债里面 还剩是1073 那当然了 如果说 积分到20毛9年底失效 或者20毛9年底 你别管他兑换多少 我们确认的收入数就是1073啊 是这样的 不对换也得确认这么多 那下面就是企业 在向客户转上商品之前 如果客户已经支付了合同对价 或企业已经取得了 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 那我们其实前面也谈到过这样的概念 这就是要反映到合同负债里面 合同负债概念 其实前面说过 说是企业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 而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那对于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说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劣势 对于合同资产 如果是属于流动性性质的 比如这部分资产 在一年之内能够进行收回的 那就是流动资产 反映到合同资产利项目去 如果超过一年的 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去反映 那对于合同负债 如果说这一部分 在一年之内的 我们就要把它给充的 那这一块就属于资产负债表的 合同负债 它流动的 超过一年的 放到其他非流动负债 我们在前面也给大家谈过这件事情 同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负同负债 应当以净格劣势 所以应该还有印象 我们介绍的施工企业那个例子 那实际上呢 就是设置了合同结算 因为那是一个合同 最终说 如果于个借方合同资产 代方合同负债 那以净格劣势了 但是不同合同下的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是不可以相互抵消的 只有同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抵消 以净格劣势 而当客户享有的额外购买选择权 是一项重大权利的时候 如果客户行使该权利购买的额外商品 与原合同下购买的商品类似 且企业将按照原合同条款提供该额外商品的 那企业的无需 可以无需估计该选择权的单独售价 而是直接把其预计将提供的额外商品的数量 以及预计将收取的相应对价金额纳入原合同 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他说这是一种简化的 你都放在一块吧 纳入原合同放在一块一分 处理了就行了 不像说这个奖励积分 以后对方的商品 那不知道 那单数 看下面一个题目 说假公司签订合同 以一百元的价格销售产品A 并且在合同中约定 如果客户在未来三十天内 额外购买任何产品 在限额一百元的范围内 可以享受六折优惠 那这就是额外购买选择权的事情 如果是重大的 它就会构成单项铝业义务 此外 作为其季度促销的一部分 假公司打算在未来三十天内 对所有销售实行九折优惠 取得六折优惠的客户 不能同时享受九折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三折 这样的权利 你要没有的话九折 现在有是六折 三折吗 那假定 假公司估计客户兑换折扣券的 可能性是80% 同样的折扣券人有的不用 不用它就没形成 最后重大权利 且每位客户将平均购买五十块钱的额外产品 那你算算 其实这个合同里面 是有两项履约义务 一个就是真正卖产品A 还有一个就是折扣券 比如一百块钱卖产品A 那你得把折扣券 它的供应价值或单独售价算成 单独售价是 我们看 增量折扣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八十部份会被兑换 这是指一百块钱的 但一百块钱不见的都买一百 有的买二十 有的买八十的 说平均是五十 这也就是说 那我们确定这一百块钱 兑换折扣券的单独售价是多少 就是这个 五十乘以增量折扣 百分之三十乘以百分之八十 因为百分之八十会被兑换 它等于十二块钱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交易价格一百块钱 应该分到产品A和折扣券上去 因为折扣券以后兑换的时候 那才去确认收入 对于产品A单独售价一百 而两项履约义务 单独售价合计是一百一十二 一个一百的一个十二的吗 我们要分弹的交易价格是一百 这样呢 产品A 它的分的交易价格是八十九的二九 卖出去的时候 确认收入呗 那折扣券 它的单独售价十二 除以一百一十二 还是单独售价合计 乘以要分弹的交易价格一百十点七一 所以借方银行从款一百 代主营业务收入八十九的二九 合同负债十点七一一样 这就是重大权利吗 你要汇算这个重大权利的单独售价 你看看 它值多少 享受三折 那就是五十乘以三 因为一百块钱买的东西啊 折扣券 你可以买五十 可以买二十 可以买九十 买一百的那估计是平均多少 五十啊 你就这样来算的吗 然后要估计有这么多被兑换 那要说一点都没人兑换 那它就没有啊 我们的价格全是产品 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向购买其商品的客户 受予奖励积分 客户可以选择使用该积分 兑换该企业 或其他方销售的商品 也就可能兑换你这个企业本身的 也可能是其他方的 然后呢 你企业去从其他方去买呗 说客户选择兑换其他方销售的商品时 企业承担向其他方支付相关商品价款的义务 你就是买呗 那企业授予客户奖励积分 向其提供了一项额外购买选择权 且构成重大权力审 那应当作为一项单独的履约义务 企业需要将销售商品收取价款 在销售商品和奖励积分之间 按单独售价相对比例进行分摊 以兑换别人的商品也是一样的 也是有一部分确认收入 一部分反映到合同负债里面去 说客户选择使用奖励积分兑换其他方销售商品时 说虽然呢这个企业承担了 向其他方有交付现金这样的义务 但由于该业务产生于客户 购买商品并取得奖励积分的行为 也是适用收入准则进行处理 那就说你收到的合同价款里面 分摊到奖励积分那一块 别管说是你兑换自己商品 或者是兑换其他方商品 我们都是把它反映到合同负债里面去 那自己销售商品这一部分确认收入 那等到兑换这一部分义务解除了 此时公司应将有义务支付给其他方的款项 从合同负债分类为金融负债 那你解除之后 那就变成了金融负债了 你还要退人家那金融负债 好 第五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内容还是比较重要 大家也都清楚 现在各国家都对知识产权非常非常重视 你比如说我们的华为 那其实知识产权有很多 它的专利不是很多吗 当然也是都要都保护呗 企业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说要按照准则规定 评估知识产权许可 是否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还是构成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构成单项履业义务的 我们再去看 说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是在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还是某一个时点确认收入 再看这个事情 那我们先看一看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是不是它本身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如果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肯定还涉及到跟别的结合在一块 才能构成单项履业义务呗 看这个例题啊 假生物制药公司 将其拥有的某合成药的专利权许可 授予以公司 授权期限为10年 同时假公司承诺 为义公司生产该种药品 除此之外 假公司不会从事任何与支持该药品相关的活动 该药品的生产流程特殊性极高 没有其他公司能够生产该药品 那我们就会看到 你要是从客户那个角度 也就是说商品本身特征 你光把知识产权许可给客户 客户没法受益 因为最终的受益是这种药品 以后给他带来利益啊 比如他把药品卖出去了 给他带来利益啊 那现在 制药 客户的角度又不能易于从别的地方获得资源 去制造这种药 所以 它就会构成单向的业义务 也就是说知识产权许可 和制药 构成单向的业义务 不可明确区分 所以这就不完全是知识产权许可本身了 还涉及制药这个问题了 但因为它是单向的业义务 单向的业义务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 如果相反 如果该药品的生产流程特征性不高 其他公司能也能生产这种药品 那就两个了 就不是单向的业义务 一个说一个的 这种情况 知识产权许可就构成单向的业义务了 那你制药说制药的 因为客户能够从别的地方 用这个知识产权许可 就能够生产这个药品对外出售啊 所以这个例子 就是大家要清楚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本身是不是单向的业义务 是单向的业义务的 你单说知识产权许可的事情 如果不是单向履业义务 那你应该跟产品结合在一块 它是单向的吗 然后你再按照一定方式确认收入去 那接下来如果是单向履业义务的话 我们到底呢 应该是在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还是某一个时点 按照准则的规定 说如果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的 同时满足啊 那就应该是 在某一段期间 否则的话就是某一个时点 这三个条件最重要的是第一个 合同要求 或客户能够合理预期 是这样的 企业将从事对该知识产权 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把知识产权许可 收入给客户了 以后还要从事重大的活动 与这个知识产权相关的 那你比如说 中国女排 把知识产权许可 授予了作业帮 作业帮可以用她的肖像啊 这些可以去做什么广告去赚钱去 那客户会有预期 中国女排 当然她的形象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都清楚 在人们心目中 那真的非常好 英雄一般 那这里面说 预期还会参加重大的活动 比如说世界杯奥运会啊 世锦赛等等 国际大赛 或者亚洲 亚洲杯亚洲锦标赛 等等这些大赛 这就从事会有影响的重大活动 一定要做这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该活动 对客户将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那你说 还说中国女排 那 很大的概率产生的都是非常有利的影响 形象好 那比赛成绩非常突出 那就有利的呗 那也不见得说 授予完之后都是有利的 如果某男子足球队把知识产权许可授予了 成绩不怎么样 那可能不是有利影响 该活动 不会导致向客户转让某项商品 因为你一旦要是向客户转让商品的 那你就是卖商品了 我们现在说的是知识产权许可本身啊 说是按照一个时段确认收入的事情 可能有的同学想 咦 这怎么又来了 在某一个时段确认收入了 而前面收入确认和计量部分 不谈到吗 五步法最后一步 履行每一单项履业业务事项确认收入 也谈到啊 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一段期间 那这怎么又说上了 我们前面谈到的是 针对于所有的一些业务事项确认收入的 就执行收入准则 你满足三个条件之一的是一段期间的 那这一块只是说的针对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这种情况 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按照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那当然 我们这个呢 也得符合 前面在 一段期间确认收入的三个条件之一 不符合不行 大家还有印象吗 三个怎么说的 说是 企业在履约的同时 客户既取得并消耗 履约带来的这部分利益 这个没问题吧 那第二个 说在客户的场地上建造资产 客户控制在建的商品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说 所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在任何资产负债表日 都能够保证 成本加合理利益 是这样说的吧 那你说 这个是往哪个上靠呢 第三个 没谈成本加合理利益 第二个 在客户场地上建造 没有啊 实际上相当于第一个 比如我们授予知识产权取可了 然后让你客户取得了 用着知识产权消耗了 那给客户也带来利益了 那应该靠进的第一个才对的 好 那下面我们看教材的例 17-38 这是一个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按一段期间 确认收入的例子 说假公司是一家设计 制作连环漫画的公司 假公司授权乙公司 在四年内使用其三部 连环漫画中的角色形象和名称 假公司的每部连环漫画 都有相应的主要角色 但是 假公司会定期创造新的角色 且角色的形象也会随之演变 乙公司是一家大型邮轮的运营商 乙公司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例如展览或演出 使用这些漫画中的角色 合同要求乙公司必须使用最新的角色形象 在授权期内 假公司每年向乙公司收取一千万块钱 那我们看这里面 到底是按照某一个时点确认收入 还是某一段期间 这是知识产权许可 假公司把它授予乙公司了 时间是四年 那下面 如果说假公司还提供重大的活动 我们前面一段期间 要求是将来从事对该知识产权 有重大影响活动 这个有 因为要提供这些角色 然后呢 下面说活动将对客户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那这些漫画的角色 可能变化完之后 确实产生有利影响 也有的可能设计不好 把邮轮上的有一些小孩给吓哭了 再也不来了 说不能去了 不能坐这个邮轮了 不好 那产生不利影响 那也没有向客户转让什么商品 所以他就属于在一段期间确认收入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谈到 三个条件 合理预期 假公司能够合理预期 那假公司将对知识产权 实施有重大影响活动 创作角色 那这些活动将产生有利不利影响 那角色可能好 可能是不好 没有转让商品 所以一段期间 这就是说假公司按照时间进度 确定了约进度 那是最好的 恰当的方式 我们再看下面的例题 假音乐唱片公司 将其拥有的一首经典民歌的版权授予以公司 并约定以公司在两年内有权在国内所有商业渠道 包括电视广播网络广告等 使用该经典的民歌 因提供该版权许可 假公司每月收取一千块钱的固定对价 每月收取 除该版权之外 假公司无需提供任何其他的商品 该合同不可撤销 时间两年 现在的是知识产权 是经典的民歌版权 授予以公司了 那我们这种情况 如果要在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那后续呢 一定会有对知识产权有影响的重大活动 这个没有 就是把版权给人家了 两年用起吧 然后每月收一千块钱 所以 可能有的同学说 每月收一千 那每月确认一千块钱收入挺好 这不行 因为它不是属于一段期间的 你要一段期间的可以啊 这是某一个点 某个点那就是客户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要确认收入 那你确认多少 要是考虑到有融资成分的 其实把后面每个月的一千一千两年吗 那你折现算限值 那这样来进行确认收入 所以这是一个点的 它不是一个期间的 时间长 那你考虑到融资成分 如果认为时间不长 那你全额都确认为收入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题目 而企业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并约定按客户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 收取特许权使用费的 应当在下列两项数碗的十点确认收入 一是客户后续销售或使用行为实际发生 这是个特殊的 按照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 收取特许权使用费 说两项数碗的十点 一是客户后续销售或使用行为发生 那你没发生没发收 二是呢 企业履行相关旅也有 就是你知识产权许可 确实授予于客户 一般的情况下往往是先授予客户 后面才有销售发生 所以等到发生是确认收入 但是也可能会出现特殊情况 比如说收入已经久了 但是现在的知识产金还没有授予 没到那个时刻 那说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的是两者数碗的十点 这是估计可变对价的例外规定 我们其实也前面谈到过 本身可变对价正常情况下 都是在合同开始日决定他的金额 但是按照客户实际销售使用情况 你不可能在合同开始日就决定他的金额 因为他根据后续的实际销售使用情况来算 所以他叫做例外 这个例外规定 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才能用 说一是特与权使用费 仅与知识产权许可相关 就与这个相关 按照实际销售什么的 二是特与权使用费 可能与合同中的知识产权许可 和其他商品都相关 但知识产权许可占主导地位 还是他是主为主的 那你用这种方式 企业使用该例外规定时 应当对特与权使用费整体采用这个规定 而不应当将特与权使用费进行分拆 你总的呗 按照实际销售额 比如说3%来去进行确认 整体都这样处理 那如果与授予知识产权许可相关的对价 同时包含固定金额 和按客户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收取的金额 变动金额两部分 那变动这一部分 则只有后者能采用这个例外规定 那你固定部分 合同开始日这时刻我就要决定它 因为按照客户实际销售量或使用量这一块 它是个可变的吗 所以它是例外的 在合同开始是定不了的 说到这件事情 而前者应当在相关履业业务履行的时点 或者期间的确认收入 那是固定部分 对于不适用该例外规定的特与权使用费 那应当按照估计可命对价的一般原则进行处理 就是有的一些要不适用了 一般原则是什么 按照单独售价比例去分 这可面对价也得分 比如可面对价部分能够明确 好了 就是针对于某一项履业义务的 就是它的 那不用分了 那你以后呢 按照那个例外规定 比如说实际销售或者 实销售金额有了 按照比例去确认收入去 否则的话就得分 下面我们看教材上的例十七 杠三十九 甲公司是一家著名的足球俱乐部 甲公司授权以公司在其设计生产的服装 帽子水杯以及毛巾等产品上使用甲公司球队的名称和图标 授予期间是两年 合同约定 甲公司收取的合同对价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二百万元的固定金额的使用费 二是按照义公司销售上售商品所取得销售额5%计算的提成 义公司预期甲公司会继续参加当地的顶级联赛 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有知识产权许可的一些问题了 并且呢 现在甲公司还以后从事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那这活动可能是有利或者是不利影响 那也没有涉及到转让商品的问题 所以这个例子里面 合同啊 包括一项履额义务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那下面呢 如果是构成单向里约义务 我们就要分析 到底是在一段期间确认收入还是某一个时点 所以由于以公司能够合理预期 甲公司将继续参加比赛 那他的成绩呢 对这个品牌啊 什么名称图标都会有重大的一些影响 他就如果成绩好 销量可能会提升呗 一定是重大影响的活动 并且呢 甲公司从事的这些活动 没有向以公司转让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履颜义务 那我们的做法是 现在收取的200万元的固定金额的使用费 你就不能说我收取这时刻都确认收入 那不行 因为它是一段期间的 两年嘛 两年平均确认 然后以公司销售相关商品取得5%计算的提成 那你按照后续实际销售额 再乘以5%到那时刻去确认收入去 那接下来我们下面再看一个题目 甲公司与客户定立一项 针对两项知识产权许可 许可证A和B这样的合同 合同针对许可证A所规定的价格 是固定的金额是600块钱 而针对许可证B所规定的对价 则是客户销售使用了许可证B的产品 未来销售额的5% 其可变对价是3000块钱 那是我们估计会有这么多 许可证A和B单独售价 分别为1600和2000 许可证B在合同开始时转让给客户 而许可证A则在三个月后转让 那你转让之后才算授予 到那个时刻才可以考虑收入确认的事情 假定许可证A和许可证B 均属于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都是某一个时点 就是你按未来销售额 那也是在某一个点上 你就到底确认多少收入 按照销售额乘一 比如5%来进行计算 但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一个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 现在合同的价格600 你都给它是许可证A的 不符合交易价格分担的目标 因为我们正常的许可证A 往外卖时是1600 你这里面只是600 那不行 对价不是你预期能够收取的金额 我要预期能够得到是1600 那你现在是600 这个不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分摊的时候 因为你不能明确 像可变对价 那一定就是针对于B的 因为我们这个固定的 它现在明确的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而你现在未来销售额50% 现在估计的是3000 那也不行 因为它单独卖的话是200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处理的过程之中 就得按照分摊的一般原则 每个都承担 按照单独售价的比例去分 也就是说 那你现在固定的金额600 我们要把它分到许可证A和许可证上B 因为600你要给许可证A 不符合交易价格分摊目标 分摊目标是什么呀 你是预期有权取得对价 我预期有权取得的单卖是1600 你分给我600算 怎么回事 这不行 不行就一般原则 好了 那得600 分到A和B上去 然后以后发生的这种可变对价 就刷着销售额5% 也要分到A和B上去 那也就是说可变对价 你也不能说以后都是属于B的 这就不是了 所以我们看 合同开始时 假公司应将分摊至许可证B的333 按照交易价格分摊的目标 那我们看一下 单独售价合计 按单独售价比例分 1600加2000 一共是3600 那对于许可证B 就是2000的单独售价 2000除以3600 我们现在固定价格说的是 这600 你要分到A跟B上去 不能说都到A 都到A不行 所以 那我们再乘以600 真正的分到B的是333 B现在已经转让 那现在就是 合同开始时 不就转让了 所以这一部分就要确认收入 然后许可张一在转让的时候 现在还没有转 其实你收到 那这一部分 要反映合同负债没转 应当将分担至虚格上A的267 1600除以3600 乘以600 确认为收入 由于 我们这个题目 要是把固定价格分到A 以后的变动部分 形成时都到B 不行 不反映交易价格分担目标 不符合的话怎么办 按照分担的一般原则 我们把每一个都得按照 合同里各单项累月义 单独售价比例去分 但是假如 这个题目说 许可证A和B的单独售价 就是600和3000 那没有分的少 我就把600都给A A以后转让时确认收入去 你那个可变就没关了 可变的全部都到B里去 但现在这个不是 那这个说的是 你要把600都给A 不对 我正常卖是1600的 我有权收取最佳金额1600 你这样分不对 不合适 不合适怎么办 你这个600分到一颗B 以后可变这一部分 实现的时候也分到一颗B 这么个东西 所以再往下看 假定在第一个月 由客户的首月销售 所产生的特预权使用费 是400块钱 那我们这400也得分 你不能说 那好吧 他都到B 他不行 也得分 那400同样分到许可证B 2000除以3600 乘以400 也是按单独售价比例去分 因为B已经转让了 那转让现在就确认收入 那假公司应将分摊至许可证A 是多少呢 许可证单独售价1600 A跟B单独售价合计3600 乘以要分的400 你看这个时刻 确认合同负债 理由 说客户随以发生后续销售 但分摊至许可证A的使用费的履约 义务尚未得到履行 所以你在理解 理解说 数碗的点 才确认收入 这种可别对价 这是非常特殊的事情 当然这个例子是来自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 先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后续发生销售 那你发生销售时 再去确认收入 而这个不是 那这个说的是 我收入已经有了 但是你看许可证A 三个月之后才转让 你第一个月 收入已经有了 你分过了一部分 是他的 但是还没转让 你就不能确认收入 等到三个月之后转让时 由这合同负债 再去转收入里去 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些 分摊的问题 特别是可别对价 虽然说的是 许可证B的 但是如果都给许可证B 把固定的给许可证A 它不符合交易价格 分摊目标不行 不行就得按照 一般原则去分 才也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果 那下面我们看第六 售后回购 售后回购 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 承诺或有权选择 日后再将商品买回来 回购的方式 说包括相同 或者几乎相同的商品 那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清楚 把东西卖出去了 以后还要回来的 那客户实际上 就没有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因为这个东西 客户并不是以后 得到他几乎全部的利益 所以就不能确认收入 对于收入回购 企业应当区分下列两种情形 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那第一种情形讲的是 是说企业因存在于客户的远期安排 这是一个富有回购义务 或者是你企业自己享有回购权 回购不回购 我自己说了算 那说表明客户在销售时 并未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那这种没有取得我们的做法是 说把它作为租赁交易 或者融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因为现在的售价跟回购价之间有差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交易 到底是融资 还是属于租赁 说其中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的 那把它视为租赁交易 按照租赁准则处理去 这是租赁 回购价格不低于原售价的 回购的价格高 那就是融资交易 收到款项时确认金融负债 然后呢 那你收到款项跟回购价格差 那是个利息 后面是确认利息费用 等回购时再把金融负债给终止 确认是这样 我们看 因存在与客户的远期安排 而富有回购义务或企业享有回购权利 客户在销售时点并未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不能确认收入 之后回购价是否低于原售价 说没有低于原售价 融资 比如 我们现在的售价 是100 如果说回购价 半年之后回购110 这不是这个吗 回购价格是否低于原售价 没有低于 那这就是融资交易 相当于占用资金的利息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说 是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 那就把它作为租赁交易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售价 是100 回购价 60 两年之后回购60 回购价低于没低于原售价低了 作为租赁交易 你现在卖人员 收100 两年之后 买 回来 60就买回来了 为什么你现在多收钱呢 实际上收的相当于租金 把资产租给人用了 所以你现在多收钱 这叫租赁交易 好看一下教材的例 17-40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是200万元 同时双方约定两年之后 假公司将以120万元的价格 回购该设备 回购 现在200 两年之后 120就回购 假定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这种情况 回购的价格低 现在卖的价格高 我们卖给客户的时候 客户没有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所以我们不能确认收入 那就相当于使用权 租金没收到 所以这个呢 就要把它作为一项租赁交易来进行快据处理 就执行租赁准则 它不是融资交易 融资交易是说 现在的售价100 回购价100亿 你比如说 我们要一年之后 回购 假定现在是7月1号的 到下一年的6月30号回购 这个一年的时间 那我们处理是怎么处理 你要是属于这种融资交易 收到款项确认负债 借银行存款 你不卖了100吗 带其他应付款 要确认金融负债 然后这100跟110 比如说我们半年要确认的利息是5 那你再借财务费用 带其他应付款 5 到了下一年6月30号 再来一个借财务费用5 带其他应付款 5 其他应付款是不是变成100亿了 等你回购 借记其他应付款 带方带银行存款 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租赁 那是相当于一个租金 执行租赁准则 那我们看下面例题 沿用 例17-40 假定假公司将在两年后不是120万 而是250万元的价格回购该设备 就不一样了 那相当于呢 我们 借了200万 以后你要付利息 所以你回购时是250万 这50万那就属于融资交易 说收到的时候确认金融负债 反映到其他应付款 金融负债 其实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是其他应付款 按这个就行 那如果说时间长 也可以反映到长期应付款 然后差额 250跟250万 如果说这是两年的话 那你理论上融资交易啊 你可以算实际利率 如果说认为我不考虑这种融资成分的影响 有的时间要短的话可以平均摊 到底怎么做呢 如果有这种题目他一定会说 比如说就刚才利息一共50 每年确认25 这都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你要不然就得算实际利率 按照实际利率进行摊销 那如果说考虑有融资成分的话 那反映到呢 就是长期应付款 如果没有融资成分 或者说虽然有融资成分 我可以不管他 说认为这数额不是很大的 所以不管 其他应付款 接下来我们看20年的一个单选题 2019年2月16日 甲公司以500万元的价格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 双方约定 一年后甲公司有义务 以600万元的价格从乙公司回购该设备 现在卖的是500 一年之后600万回购 说对于上述交易 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 正确的方法把它做为什么 这个不难 A 作为融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B 作为租赁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C 作为附有销售 退回条款的销售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D 分别作为销售和购买进行会计处理 这是售后回购 回购价格高 所以典型的就应该是作为融资交易 来进行会计处理 我们下面看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说的是 回购的权利是在客户内 说企业富有应客户要求回购义 那这种情况就是要看 合同开始 评估一下客户是否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比如说 客户有权利回购我们 卖给我们的价格呢 是100 如果在市场上 他卖的比100要低 比如那卖80卖60 他卖给我们100 当然有重大经济动因 就是市场价格低嘛 他就有重大经济动因卖给我 那如果说没有重大经济动因 卖给我们100 在市场他能卖一个二 那他平时卖给我们一样 所以就把它叫做作为 富有销售 推回条款的销售去处理 有重大经济动因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再去 去判断啊 是融资交易 还是租赁交易 和前面所说的都是一样的了 那只看售价跟回购价 哪个高哪个低 具体看这个图 企业富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 权力在客户那边 说客户是否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我们判断他有没有 如果说回购价格明显高于该资产购回购时的市场价 就比市场价格高 那表明有重大经济动因 当然他愿意卖给我们了 他不会在市场卖 他如果不是 没有重大经济动因 卖给我们一百 在市场能卖一百亿 那好的东西当然在市场上卖去了 凭什么卖给我们要 因为权力是在人家那边 在客户呢 所以这种情况要是卖给我们的 应该是有问题的 就是作为富有销售 退回条款的销售交易进行处理 那如果说市有重大经济动因 我们到底把它作为租赁交易 还是融资交易 这跟前面是一样的了 就看回购价格原售价 回购价是否低 原售价不低于 那这种情况就是融资交易 因为回购价高吗 相当于占用资金的利息 要是 是作为租赁交易 回购价格要是低 那实际上是我们相当于把资产租给了客户使用 那收的租金 我们要会判断 看一下教材的例十七-41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期生产的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是两千万 双方约定 乙公司在五年后有权要求甲公司 以1500万元的价格回购该设备 合同开始 甲公司预计该设备在回购时的市场价值将远低于1500 市场价格低 那你说客户有没有重大经济动因呢 有啊 他卖给我们1500 市场上卖1000 那当然他卖给我们合适啊 对于他来讲合适 所以有重大经济动因 有重大经济动因 我们再用销售价跟回购价去比 来决定 那这个售后回购到底是融资交易 还是属于租赁交易 看到现在的销售价格是2000 而回购价格是1500 回购价格又低了 卖的收的钱多 所以租赁交易 会判断就行了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那涉及 就说 客户有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 如果是构成重大权力的 那就属于单项里约义务 我们要把交易价格要分配 到各单项里约义务 重点的掌握的是 奖励积分这种情形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我们先要判断 是不是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本身就构成单项里约义务 那如果说这种知识产权和生产的产品 它们之间 不能进行区分的 那知识产权许可就不构成单项里约义务 因为大家谈到了 比如说制药的 由于流程极高 别人做不了 只能我们自己做 那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和制药 你应该合在一块构成单项里约义务 如果说构成单项里约义务的 那就应该再看 一段期间确认收入还是某一个点 一段期间确认收入的必须是说 后续授予知识产权许可的一方 要从事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然后说这个活动将产生有利或者不利影响 当然不会说向客户转让什么特定的商品 那就是一段期间 否则的话 那就是某一个点 然后就关于收入回购 我们主要会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交易 融资交易 还是租赁交易 还是富有销售 推移条款的销售 就可以了 这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